很多朋友自己在家做的南瓜饼,不是一炸就坏,要么就是不软糯,那是因为做法弄错了,今天我就把正确做法分享给大家,先把南瓜削掉外皮,然后改刀切成小块,直接放入蒸锅中,盖上盖子开大火蒸15分钟,蒸出来的水到处来留着,再把南瓜压成南瓜泥,喜欢吃甜的,可以多加点白糖,再加入适量的糯米粉, 揉成光滑偏软的面团,就一小块面团揉成团,再按成小饼状 南瓜饼好吃的关键,就是酥脆的面包糠,大家一定要选这种黄色的,小饼先沾一遍清水,再均匀地裹上一层面包糠 裹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,锅里油温五成热,下入锅中炸 刚下锅,不能着急搅动,让小饼炸至定型,用筷子翻动翻动,使其受热均匀 炸至两面金黄鼓起,就可以出锅了,现在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了 口感软糯香甜,一口咬下去太满足了,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给孩子做起来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